前边我们介绍了可燃冰的相关知识 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甲烷的水和物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来介绍甲烷的结构 通过这一段的学习 我们是希望同学们能知道 甲烷的结构为何是正式面体 另外有机化学的艺术之美又是如何体现的 甲烷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正式面体的一个空间构型 剑角是109度28分 它的化学室是CH4 它实际上广泛的存在于天然气 枣气 煤矿 坑井气之中 它是一种非常优质的气体燃料 它也是制造合成器等众多化工产品的重要原料 我们知道它是一种无色 无味 无毒 但是是可燃的气体 甲烷呢 它也是一种最简单的有机物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到底什么是有机物呢 有机物也就是有机化合物 在这儿有一个非常精确的意义 一般指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 例如氏氯化碳 它虽然没有氢 但是我们也认为它是有机物 所以说这个一般很重要 因为往往会有一些特例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足球 会想到什么样的物质呢 这就是我们化学界中最著名的物质之一 碳溜石也被称为足球锡 同学们 你们知道它到底是一种无机物 还是有机物呢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有机物通常是指有机化合物 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碳溜石呢 全部都是碳 所以说它其实并不是一种化合物 是一种单字 但是我们还是把它认为是一种有机物 为什么 我们从它的名字就可以得到 因为它是被称为足球锡 是吧 是一种锡 能够发生各种和锡类似的化学反应 所以说通过这个名字 我们就把它归结为有机化物 可能会更合适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图片呢 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有机化学的封面 它用的就刚好是足球锡 所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判断出来 我们有机化学界通常认为 足球锡就是一种有机物 从比较专业的角度来考虑啊 在科学界 足球锡通常被称为富勒锡 这是因为啊 几个化学家 首次制得这样一个六十个碳组成的这样一个碳六十之后 它呢受到建筑学家叫巴克敏斯特 富勒 设计的这样一个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 这样一个球形的圆顶博壳建筑的这样一个启发 认为碳六十很可能是一样具有类似球体的结构 所以我们才把这个碳六十 英名为巴克敏斯特富勒锡 简称富勒锡 这一事实呢 也说明了化学和艺术的相通性 刚刚我们提到甲烷是最简单的有机物 有机化学呢 其实就是研究有机化合物的性质 内部结构 合成方法 还有有机化合物之间相互转变的这样一个科学 这也是我们的四大化学的重要分支之一 在1828年 德国的著名化学家维勒 它首先人工用禽酸钾合成出来了料素 这也打破了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之间的界限 这一个发现呢 也标志着有机化学的产生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为什么甲烷它是一个这样一个正式面体的构型 这其实是需要我们有机化学的一个理论 叫做杂化轨道理论来进行解释 杂化轨道就是在共架件形成的过程中 由于原子间的相互影响 同一个原子中参与成见的几个能量相近的原子轨道 重新组合 重新分配能量和空间方向 组成了数目相等的成见能力更强的这样一个原子轨道 被称为是杂化轨道 碳原子呢 它的最外层轨道有2S 2PX 2PY 2PZ 四个轨道 这四个轨道呢 能量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机态碳原子 它其实只有两个未成对的电子 在形成甲烷的时候啊 在氢原子的影响下 碳原子的最外层的S轨道 它的一个电子是被激发到了P轨道上面 使将要产生杂化的这样一个原子 进入到了激发态 之后呢 这一层的S轨道就会和三个P轨道发生杂化了 在这个过程中 能量相近的S轨道和P轨道就发生了叠加 不同的原子轨道就重新分配能量了 并调整方向 形成了四个等价的SP3轨道 每个SP3杂化轨道各有一个未成对的电子 碳用四个SP3杂化轨道 分别与四个氢的ES轨道重叠 会形成四个Sigma件 四个SP3杂化轨道 在空间上的排布 是以碳原子核为中心 碳的四个SP3杂化轨道 之间的夹角全部都是109度 28分 这样的话 四个轨道在空间的距离上是最远的 层间电子之间的相互排斥力最小 体系最稳定 所以说我们生成的甲纹的几何构型 就是正式面体 我们再来看看椅丸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首先我们要引入一个概念叫做构像 这是因为围绕碳碳单件旋转而产生的分子各原子 或各原子团在空间的这样一个排布方式 以碳分子中的两个碳碳之间的碳碳单件 它其实是可以互相自由旋转的 因此它会产生不同的构像 包括有交叉式 重叠式 还有很多在交叉式重叠式间的各种构像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巨架式或者柳曼式来进行表示 柳曼式也就是柳曼投影式 是柳曼在1995年的时候提出来的 它就像一台投影仪一样的 是表示相邻的两个原子 连接的这个原子或者原子团之间的这样一个空间关系 画这种投影式 是把分子的立体模型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乙丸 放在眼前 从碳碳单件的延长线上去观察 用一个较大的圆圈 来表示碳碳单件上的碳原子 前后两个圆圈 因为是投影 所以说实际上是重叠的 所以在纸面上只能画出一个来 然后圆圈前面的三个氢原子 就表示离我们眼睛较近的 碳原子上的三个氢原子 而圆圈上面的这三个氢原子呢 就表示离眼睛较远的碳原子的这个三个氢原子 前边和后边的三个碳氢件之间的距离都是相等的 角距是120度 这样的话 以完的柳曼投影式就如图所示 总体来说呢 就是说固定住前碳 然后将后碳沿舰轴来进行旋转 就可以得到以完的各种构像 通过柳曼投影式 我们可以轻心的来判断 重叠式构像 氢与氢之间 它们是互相接近的 能量很高 不稳定 所以说它们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含量往往比较低 只有百分之零点五左右 而交叉式构像呢 它的飞溅张力是比较小的 能量比较低 很稳定 所以说在自然界中存在含量是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五 是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室温下其实是不能将以完的两种构像来进行分离的 因为这个单件旋转 它的这样一个能量的能累是非常低的 只有十二点六千焦每磨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从能量的角度来考虑 这呢是一个能量图 它呢是以能量为重坐标 以单件的旋转角度为横坐标来做图 我们可以看到 以完各种构像之间 它的能量变化的曲线如图所示 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判断 以完交叉式构像 它的能量是最低的 也最稳定 下面我们来看看丁丸的例子 丁丸有下列四种的典型构像 全重叠式 部分重叠式 零位交叉式 对位交叉式 我们呢可以通过空间排布的角度来进行判断 在对位交叉式的这样一个构像 各个集团之间是互相远离的 能量比较低 应该是最稳定 而全重叠的构像呢 各个集团是互相接近 次力比较大 能量比较高 应该是最不稳定的 这一判断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丁丸的构像能量曲线图来得到验证 我们可以看到在图中 稳定性的次序呢 是对位交叉式是最高的 接下来是零位交叉式 然后是部分重叠式 然后全重叠式 它的稳定性最低 它的能量是最高的 下面我们也来看看缓几丸的例子 我们也知道缓几丸它的化学式是碳6氢12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平片的分子 它的各个碳之间全部都是SP3杂化 所以说每一个剑的剑角呢 它都是接近于109度28分的 因此缓几丸在空间中 其实是可以组合成多种构像 其中我们知道它比较稳定的是 乙式构像和传式构像 乙式构像和传式构像比较起来呢 其实还是传式构像不稳定一些 它容易转变成更稳定的乙式构像 也就是说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 具体而言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构像的柳曼投影式来进行判断 在传式构像中 各个氢之间它都是互相重叠的 刺力比较大 能量高 它是比较不稳定 而乙式构像呢 它不同 它的各个氢之间相互远离 比较稳定 另外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张巨架式的图来看到 在传式构像中 两个氢F 这个F是代表flug 也就是表示这两个旗杆氢 它们之间的距离呢 非常短 只有183纳米 这样距离短 所以说空间刺力就比较大 而在乙式构像中 各颗氢之间它是互相远离的 大部分都在250纳米左右 空间位足小 比较稳定 下面我们来看看 取代的环节丸的例子 这是这两个画户的堆积模型 以及巨架式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 其他的结构都相同 唯一的区别就是 一个甲基是数字向上的 而另一个呢 它是平身向前的 同学们 这两个画户 哪个会更稳定呢 从堆积模型来看 左边的甲基环几丸 它像是一只昂着头的小乌龟 右边则是一只缩着头的小乌龟 我们知道在生活中 我们如果说要杀乌龟的时候 往往要等它伸出头来 然后我们就会一刀 把它的头砍下来 这样昂着头的小乌龟 不正式准备挨一刀吗 这个时候画户是比较不稳定的 而缩着头的小乌龟呢 自身保护得很好 所以说相应的甲基环几丸 它呢 这样一个画户是比较稳定 事实上 平身向前的这样一个甲基环几丸 能量比较低 占到了构像分布的95%以上 下面我们看一看一个著名的画户 分子狗 也就是丙丸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画户 但是啊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画户 能够把生活中的东西啊 展现得活灵活现 比如说这个图来看 这个是狗的头 这是耳朵 嘴巴 四个脚 甚至还有一个翘起来的小尾巴 所以说这个丙丸是非常形象的 当然还有在第一次课上 老师给大家介绍的 托尔教授设计的各种合成的 纳米小人 还有刚刚我们介绍的友谊的小船 还有伸出头的小乌龟等等 这些都体现出来了有机化学的艺术之美 对 中文字幕墙本来自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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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